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攝影獨白Channel 我出來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講相機 近來我出了幾條片講FUGIFILM X186 確實我的影片引起一些富士的粉絲誤會 我再去澄清FUGIFILM的相機是不錯的 我一直反覆強調,如果買得起的話 就應該買GFX,一部相當值得玩的中片相機 就算是APS-C相機,其實都是不錯的 甚至最近出了X100,不然炒到X1006 不然炒到這麼瘋狂的話,我本來都下訂去買 真是不錯,我手頭自己仍然有幾部FUGIFILM的相機 最近我都找了一部X70出來玩一下 確實FUGIFILM相機是很多優點的 不過呢,有些時間我們作為一個寫攝影 寫了三十幾年,教攝影,寫攝影 亦都是作為一個很多人追蹤的攝影的Youtuber 有些時間我們不能夠配合公司去市場 我們有時候都可以說說真話的 最近我有一個POSE在網上相當野火的 野火到引起一些爭論的 這個爭論就使得我迫於無奈地進一步拍片來解釋 最近我的FACEBOOK出了一個這樣的POSE 那究竟什麼POSE這麼厲害呢? 如果大家看看我最近的POSE 大概在拍這條片之前的六天 那我就曾經出了一個POSE 是什麼POSE呢? 我在網上看到有一個攝影的媒體 出了一篇我覺得是比較值得看的稿 這篇稿的名字就叫做 讓你的NICRON ZF destroy the X106 with this film profile 那呢 意思就是說 你用你這部NICRON ZF去毀滅X160那些 非想的profile 真的好厲害 肯定寫這篇文章的外國作者 就根本是沒有X100在手上的 沒有X100在手上的 因為它寫一會兒這部機都是宣佈了未出的意思 那由於網上肯定是因為這部機太過多人追捧 其中有些朋友就因為追捧它的模擬非想的效果 那麼這個媒體 Digital Camera Raw這個媒體 這個網媒 就可能有一位作者 就看不過眼 OK 不是看不過眼 怎麼說呢 就是它作為一個有經驗的攝影推廣者 跟我一樣 有些時間我們不能夠明知一些上機公司的Marketing 使用家走路轉 上腦子 造成一個比較瘋狂的熱潮 那麼我們不能夠不講真話 又不是去踢爆它的 只是起碼做一些中和而已 所以他這篇稿是這樣的意思 我轉載了這篇稿的連結 我沒有轉載他的內文 放在我的Facebook那裡的Fanpage 在上一篇稿就可以上到我的Facebook那裡 Fanpage那裡有很多東西看的 比我看以前的攝影雜誌 記住在上一篇稿追蹤我 我在六天之前出了一個Post 轉載這篇文章的連結 我沒有轉載他的內文 OK 我大概可以這樣說 有沒有朋友有空試試 試完之後告訴我好不好玩 為什麼呢 那篇文章其實是介紹一個APP 方便大家可以將一些影像的 固域放進你的Nikon相機裡面 例如ZF 我就沒有空去玩這些東西 其實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有時間都不搞 我希望朋友試了告訴我好不好玩 跟著我這個文章這樣說 就是你的Facebook這個Post 其實我一直覺得 將數碼相機調教影像效果的Filter 說成是一種非想模擬器 只是一種商業噱頭 我已經說了噱頭了 又或者說只是一個騙新手的騙局 OK 我在這裡的騙局引起很大很大的爭論 有些人說覺得去到騙局太過嚴重 那麼你看到騙局這兩個字很嚴重而已 你騙局這個字呢 任何騙人的東西都可以叫做騙局 就是之類的 那麼繼續說了 真正用過Phylm的朋友都知道 同一款Phylm 不同Lock 都會有色彩的差異 不存在一種Phylm是一種效果 你和一個品牌一個系列的Phylm 生產的Lock不同 你出來的結果都會有少少的差異 甚至職業士兵師是不接受這些差異的 都沖完底片 你拿去不同的店舖曬上 根本就會有不同顏色 所以同一款Phylm 你找不同的店舖沖完 結果出來的顏色基本上是不同的 不存在一種Phylm就一種效果 OK 就算去到同一間店舖沖完 上就去和下就去都會不同顏色 為什麼呢? 因為Phylm時代 照片的色彩重現 並非由Phylm決定一切 沖完的相紙 藥水的濃度、溫度 打上師傅的手勢 完全是影響了你Phylm出來的效果 更加關鍵 我的Phylm就很簡單 講出一個事實 我們這些人 真正在Phylm時代走過來的 OK? 不是走 就是經過Phylm時代 我們很了解到當時我們用Phylm的苦楚 熬了很多苦的了 明明買了一同Phylm 結果衝出來衝得差 那你只是硬地說自己拍得差 實際上不是 是打賞師傅的差 藥水的差 很多東西 我曾經試過有經驗 特意拿同Phylm出去旺角某間沖完公司 現在不存在的 不要找了 別人說她沖完美 我親自給她沖 拍了一些花很漂亮的 結果衝出來 哇 不是很漂亮 是大失所望 拍的大紅花的紅色是淡而無味的 接著我告訴她 不妥的照片的顏色不行 她說什麼不行 我的紅色不夠鮮艷 她就回答我 不是啊 很鮮的 口同鼻咬 她跟後來有些公司做得好一點 不滿意一個鮮都不收 舊底的店舖是堅持跟你咬的 你咬得差 所以那時候我們 如果真的後來拍照 久一點 年輕一點 我們寧願拿一些照片去Polab那裡 Polab不是那個公司的名字 就是去一些專業的 充曬菲林的公司去做 貴一點 但是東西就穩陣一點 OK 特別是你光顫開一間的話 它知道你們的品味 那就跟回你要求去做 實際上就是說 你要求顏色的濃度 要求的反差 現在會這麼說 要求顏色偏向什麼傾向 充曬公司完全可以根據你的要求給你 不存在一隻Polab是只有一種效果 我講的就是這件事 但問題呢 現在 有些公司 不想開名 都要開名 Fujifilm 他們很成功的Marketing 我絕對是讚賞他們這個Marketing 做得相當好的 是將一些原先的Polab效果 講成 不是 將原先一些數碼相機時代的 我其實很欣賞Fujifilm的 他們很成功的Marketing 他們將一些原先的數碼相機 都應該有的一些影像效果 顏色效果通常是一些正常的顏色 濃一點的顏色 柔和一點的顏色 最基本的這些 那麼就將它 選出它以前三隻Polab的名字 給大家三個Polab的名字 一開始就是這樣 那麼大家就會 開始覺得 咦?Polab效果 其實就不是 它只是將一個數碼相機 應該有的 基本的Standard的Color 它叫一個Polab的名字 濃一點的Color 它叫一個 以前濃一點的顏色Polab的名字 OK 淡一點的 軟一點的顏色 它就給一個以前 專影人像的Polab的名字 那麼就感覺 感覺大家覺得 咦?在拍Polab的 這樣實際上不是 它只是一種Standard的顏色 濃一點的顏色 還有淡一點的顏色 其他牌子的相機 相機是這麼叫的 基本上 但是由於富士 跟其他相機公司不同 富士除了做相機 它以前也是做Polab 它有專利 有一個品牌的註冊商標 可以將它以前的名字 放在這些Color profile那裡 其他牌子的相機就不行 就算要做的話 你要起碼給你Copyright 富士也不會賣給你 可以買Order Order也不會賣給你 要賣的話價錢相當貴 你想想 如果是 例如Sony也好 Nikkon也好 將它的Copyright 叫做Codachrome 叫做Codacolor OK? 叫做Order的Phylm 或者叫做 黑白模式 叫做E-E-Vol效果 可以的 你夠膽就可以了 它原裝不能做的 是版權問題的 其實這些只是一些 我們叫Scene Mode的東西 就是控制數碼影像的顏色濃度 分叉甚至三元色的濃度 跟著加上影像的Sharpness 的銳利度 是這幾樣東西 炒成一碟就可以 變出很多變化出來 加上一些模擬的Phylm 粒子效果 完全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但是富士很聰明地 很有技巧地 將這些包裝成為 以前的Phylm的效果 實際上 你用過以前的Phylm 你就知道 剛才我那段說話說了 其實不是一回事 OK 那我們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這段文章 在說什麼好東西 OK 好像真正拍Phylm一樣 這是一種假的想法 假的觀 假的概念 是一種假的信念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好嗎 OK 那大致分這段影片 都相當相當長了 我是準備拍另一段影片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話 我就將富士夫之Film那些 模擬Phylm效果 我逐個逐個拿出來 告訴大家 它們其實是什麼來的 它們其實是怎樣用最好 好嗎 因為這剎那你只知道Phylm的名字 實際上它怎麼用呢 你們可能真的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 留言告訴我 我就要拍另一段影片 跟大家將 富士Film的Phylm的 模擬效果 逐個逐個說好不好 好好的就留言說一下 給個like這段影片 給個讚我咯 留言咯 OK 好嗎? OK 回到一段影片為止 在畫面上也買到我推薦的台灣出版 正看中文攝影書 有幾十本這麼多的 不學就無術 OK 確實是的 所以你要提升你的攝影的認知 提升你的攝影的智慧 提升你對攝影的理解 上高這批書就幫到你了 當然有一本適合你去看的 不是我寫的 是其他人寫的 我覺得這些書是不錯的 因為是台灣很聰明的出版商 很有經驗的出版商 在歐美市場 在日本市場選一些他們認為 相當值得推介的書 買版權 翻譯 我在這批書裡面 再選一些我認為值得推介的書 放在上高賣給大家 這批書的話 買三本就包順風運費 在台灣用順風 傳到香港你的辦公室 你的家裡玩順風集 OK 現在仍然在做一個 相當正的Promotion 買三本書 不單止包含運費 送一條USB C to C 的L型 充電線 PD充電線 你可以用一個PD的供電器 給你的相機一邊拍一邊充電 這條充電線有一米那麼長 你可以放在相機袋裡面 那條線就拔出來用 完全不妨礙你拍照 相當正的 而且是一個尼龍編織 不是一般塑膠的很容易爛的繩子 一條尼龍編織的繩子 相當比較耐用 OK 另外畫面上也買到我推薦的賽斯鏡頭紙 德國配方 講明不是德國做 一盒200張 只是賣200元 減了四五十元的運費 大概只是收你一百五十元多少少而已 這個價錢是相當相當便宜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眼鏡店在賣相同品牌的東西 50張裝都要賣到八九十到一百元 就是說你買200張 就是買四盒 你大概要三百幾四百元 現在你200元就買到 這個價錢已經包含運費 200元你嫌貴不重要 買兩盒九五字給你 買三盒九字給你 OK 買四盒五盒六盒七盒 全部再便宜一點 直到 便宜到幾乎是 入貨價給你 完全沒有賺你都可以 總之你買下去就可以了 買三盒就送一條 爬山星相機帶有不同的顏色 上個就買到的了 OK 那這影片相當長了 拜拜 什麼と 呢 啊 嗯 啊 我 automated